北京时间9月14日2点,是预赛第四个窗口期首场比赛,中国南兰兰队将在客场挑战黎巴嫩南兰,从两队1999年首次交手以来,中国南兰和黎巴嫩队一共11次的交手中,中国队全部获得了胜。 明日凌晨南兰是否能够延续对阵不败的记录呢?从机构给出的最新赔率看,南兰兰队赢球赔率为1.86,而黎巴嫩取身赔率为1.80,让分排来看,黎巴嫩主张一番,可见机构对主场作战的黎巴嫩队稍稍靠好一些,南兰兰队很可能迎来一场苦战。 本次出征黎巴嫩的南兰兰队和去年相比阵容变化不大,基本上是以亚洲威尔班底,不过和新意见联继续去阵,刘晓宇和黎根隐伤也未能入选此次大名单,好在郭艾伦及时回归,此次后卫线是有6人之多, 而内线位置上只有汉德军、胡金秋以及新赵入的李小旭,因此单从阵容结构上看,南兰兰队是有硬伤的,由于此前南兰红队在里南的率领下刚刚夺的亚运会冠军,因此此番独风的兰队,还是有着不小的压力。 反观亚洲老对手黎巴嫩队对于此次事与大极其重视,他们甚至放弃了参加亚运会的任务,专先在国内进行备战工作,同时也保持了十足的神秘感。 此次事与赛赛,黎巴嫩队阵容有着不小的变化,公学老将哈提布已经退出国家队,头号球星阿拉基继续艰山缺阵,规划球员也从第三个窗口期的范木, 然后,华城去年参加了亚洲杯的曼约克,曼约克尽管升高只有2.08,但必然惊人,中国对内线将面临不小的压力。 两队上一次碰面,正是去年亚洲杯舞的六名排位赛,当时黎巴嫩队阵盘主场78比79期败与中国南兰兰队,那场也是哈提布的国家队告别之战,中国作为中的主动获得了2019年南兰世界杯的参赛资格。 因此杜丰率队出征并无硬指标的成绩压力,不过湖南两队即将合并成一支球队参加世界杯,而也将出现一位唯一主教练。 之前在主教练到底选李南还是杜丰上,从目前来看李南显然已经胜出一筹,赴中国队12人名单。 郭爱勒、胡明轩、吴钱、陆文博、于德豪、周湛东、周鹏、任俊飞、克兰白克、李小旭、韩德军、胡金秋、王毅彩票。